這期的產線人員工之之盒 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大概的問題 其實就是 意識產部門是我們要查的 產線 特別是要產線1 產線2 產線3 它的開頭就產線兩個字 那你要怎麼樣呢 把它加總 所以 這個地方當然你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利用三米符 可是三米符我講過了 你的條件 你的範圍一定是這個範圍 是你要找的範圍 找部門 那你找的條件是什麼 產線1 產線2 還有產線3 可是問題來了 criteria裡面特別是要 那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用偶爾 有沒有 產線1 或 產線2 或產線 特別是沒有 沒有他只能放一個 所以如果只能放一個的話 記得 這邊你可以支援一個敘述 就是叫 產線 但是呢 如果後面那個字你不確定的話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用問號 問號意思是說 如果後面是一個字 那你就問號 那你就問號 產線1 產線2 這個應該是OK 一個問號 但特別是 如果將來會有產線11 產線12 產線13 那一個問號就不OK了 所以如果說你不確定幾個字的話 你可以用第二招 用信號 信號的話是不管幾個字 反正一個字 兩個字 三個字 反正有幾個字都OK 後面 那這個是開頭是產線 那如果你中間是產線的話 你可以前面一個信號 後面再一個信號 他就中間是只要有出現 產線兩個字的話 就會是包含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開頭了 那兩個方法 你都可以試試看 問號 然後呢 或者信號 這這一題兩個應該都可以 那就幫我加總什麼 加總工資部分 按確定 有沒有 那另外如果說我今天不要用信號 我用問號 按確定 答案也一樣 為什麼 因為 他這個問號是幾個字 所以以後你可以針對 你那個實際上邀的 幾個問號就是幾個字 信號就不管幾個字 不定長度就對了 兩種方法都OK 那當然 一樣的方法 請各位呢 把VBA 給寫出來 就是自己再複製一個 名稱叫VBA 如果我今天想寫個VBA 他可以幫我累加 累加嘛 剛剛不是寫過嗎 所以 一樣嘛 如果有寫過東西 那你又記不起來的話 你就把它拿來當範本 比如剛剛不是寫過嗎 你可以怎麼樣 那 一 請你找到 產線人員之合的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 模組 程式寫在這裡 OK 第一個 特別說你不要寫到別人家那邊去 不然到時候會找不到 第二個的話 把什麼 把剛剛的我們寫過的 哪一個比較接近 產線應該是這個吧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段 複製一下 然後呢 移到這邊來 其實他就可以改了 所以我教會就改嘛 反正至少這一定是 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我們就是叫 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產線 反正你就給他一個名稱 記得就是那個名稱 不要重複就好了 那範圍的話 你就怎麼樣 把它修改一下 for i 等於第二到 最後一列 或者你直接打一個11 好了 OK 那如果什麼呢 開頭是產線 那開頭是產線 特別之外 你不能說拿那個剛剛的方法 Sales這應該是A欄 A欄裡面的東西 你不能說他 什麼呢 後面 等於你不能說直接 用剛剛的方法 特別之外 在VPA裡面沒有支援那個什麼 信號問號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把它當字串一樣 用什麼呢 用LAPT LAPT還記得吧 開頭 從前面算起幾個字 兩個字 所以 鬥點 兩個字 如果等於什麼呢 後面的話 你就是把它改成 等於產線 所以我把前面兩個字 切下來 它等於產線的話 這個條件為True的話 那就幫我把他的C欄 加到哪裡呢 上梅裡面去 並且把結果丟到哪裡呢 丟到 12 這邊的話 你就把這個12 輸出 這樣的話呢 它就全部加加加加加 加完之後的話 就幫我丟過來 當然如果跑太快 我們按F8好了 或者射中斷點 第一個是不是 第一個是 所以第一個是 然後就加在上梅裡面沒有 這個是4903 幫我加 加完之後丟到上梅裡面去 所以他的一定是後面先處理完 再丟到前面去 OK 特別是要有這個概念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好像沒這個概念 因為以前 好像數學 從小學開始說 前面加完丟到後面 怎麼突然改了 改個方向而已 所以你不要把以前數學 拿來看程式 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他的概念是把後面加完之後 丟到前面 所以加完丟到前面去 有沒有 4903 那實際上這個變數裡面 就是暫時儲存東西的地方 有點像那個我們的剪貼布 反正就是記憶體的空間 然後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不是不是 跳過去了 再來是不是產線2 產線2跳進來了 那所以4903 那這裡面放什麼 3906 所以他會把這兩個加完 再存到前面去 加完之後變8809 有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特別說累加 雖然不是很複雜 但是這概念很清楚 要清楚之後以後就 全部執行完畢 丟到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其實當然如果 我們把那個 VBA的寫法 其實可以拿剛剛的累加方式來做 另外就是說比較重要是 上一幅裡面的criteria有資源 外用資源 這一題如果做完的話 請各位一樣試著把那個 011 苗栗的 苗栗 和 宜蘭 苗栗 苗栗 好幾個 所以這一題其實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但是要做兩次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累加的話其實概念也差不多 那只是說你在累加的時候的 那個VBA的程式 可能就邏輯裡面 要苗栗 破 宜蘭 的開頭 兩個字 所以這個可能要怎麼去寫 當然盡量 寫過程式一定要熟 然後另外以後要懂得變通 那這樣的話我想以後你在 寫任何的程式 那當然就比較 就很容易就駕輕就熟 就馬上想要寫什麼就寫什麼 這是他一個目標 就很直覺的 想要跟 一生有溝通 就會沒有障礙 也就是你可以把 一生真的徹底當成是一個 這個這個 非常好的得力助手 他會自動全部幫你做完